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暴风雨装夹车可踏在星光导弹 是至今西方提供最佳装备 日本和北约越走越近 进行联合网络防御演习 港移民潮持续 梁振英移居论被斥冷血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在俄乌战争不断恶化 西方国家纷纷援乌抗俄之制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在18日会见俄驻中大使 德索尼夫时却公开表示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方将一如既往 与俄方攜手维护双方共同利益 据中共外交部19日公布的消息 乐玉成和德索尼夫 Andre Denisov 会见时表示 在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的掌舵领行下 中俄双方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今年第一季双方贸易额已达到382亿美元 增长近30% 充分显示出两国合作的巨大韧性和内生动力 乐玉成还表示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方将一如既往 与俄方加强战略协作 实现合作共赢 攜手维护双方共同利益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德尼索夫则表示 俄方始终是发展对中关系为外交优先方向 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 与全方委务实合作 双方还在深化中俄、金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 以及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共一直吳顾国际社会的呼吁 坚持不对俄罗斯进行谴责 还被揭发暗中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援助俄罗斯 导致国际反共声浪不断高涨 近日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在逐步升级 CNN在19日报道中称 欧盟日前宣布禁止俄罗斯船者进入成员国港口 根据这个禁令 希腊扣押了一艘俄罗斯游轮 自由时报报道 日本防卫上 韩信夫亦在19日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化学武器防护口罩和防护衣 同时韩信夫强调 同国际社会一致行动 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入侵是极其重要的 防卫省和自卫队将继续为乌克兰尽可能地提供更多支援 中国新冠肺炎重灾区上海市近日因防疫封城 先是传出很多物资短缺求疹无门的惨况 近日还有一名网友爆料说 有一群养老院的老人 因为没有治理能力 竟被推入方仓医院的集中箱进行隔离 画面曝光后引发很多网友的评激 名为涉涉涉涉涉涉时的网友18号在微博分享影片说 当天晚上11点左右 一车来自某养老院的老人 被载到衰陵路的方仓医院旁 这群老人毫无治理能力 一起来的护理工作人员说 他自己是来隔离养病的 不是来照顾这一群老人的 因此现场的大白 即是身穿白色防护衣的护理或工作人员 接到这一群老人后 只能将他们推到集中箱里面入住 星州网报导 涉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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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网友说 他自己在现场目睹全程后一直哭泣 也感到很无助 还说 那群老人和我在同一个方仓 中午去看过他们 老人无法进食配给的食物 方仓也没有提供粥给他们吃 老人现在进食都困难 报导中说 很多网友都很难过留言 病毒不一定会要老人家的命 但是这里 没有看护照顾 感觉到很危险 太可怜了 这是做什么业 我这个隔离点也是 前几天来了很多残障人士和老人 残障人士有坐轮椅的 有看不到的 有百岁老人 不可以说话的 不能走路的 听不到的 都是没有家属陪伴 这些事都是哪个造成的 为什么普通人要承担这个后果 中央是否不管 上海为什么不可以计算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哪位领导批示的操作 你们是不是都是没有父母呢 就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之際 英国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英国制的 高波级暴风雨 Stormer防空装夹车 可以用来发射星光导弹 击落俄罗斯军机和直升机 专家说 这是至今为止 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最佳装备 英国制的暴风雨防空装夹车重达13吨 但只需要3个人 驾驶、指挥官和炮手即可操作 数日内即将装载到运输机上 并运往乌克兰 根据英国《太阳报》报导 两星期前 乌克兰代表团 已经亲自赴英国试察它的威力 专家对暴风雨装夹车加入战场表示欢迎 这也是乌克兰盟友至今提供的最佳装备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上个月透露 英国将提供星光导弹系统给乌克兰 这些导弹可以用肩膊托柱 或安装在暴风雨装夹车的炮塔上面 星光导弹在发射后会分解成三个弹头 因此可以对目标进行多次打击 它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三倍以上 非常适合用来击落低空飞行的敌方军机 以及攻击直升机 驻阿富汗英军前指挥官李坎普 Richard Kemp 说 暴风雨搭配星光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战斗能力 这是极其有效高度机动的战车 对普京空军的任何低空攻击企图造成严重破坏 近期日本政府和北约当局互动频繁 4月19日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19日当日至22日期间和北约成员国一起合作展开网络防御演习 日本政府表示这次的演习将会帮助日本提高对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 据共同社报道名为索囤2022的网络防御演习计划 将由位于爱沙尼亚的北约旗下机构组织在网络上进行 这次演习将会由约30个国家的团队组成分成两个队伍 其中一个队伍负模拟网络攻击 另一队伍负演习防御 日本防卫省声明说 将与英国建立联合小组 参与这次网络防卫演习 在本月较早时 日本和韩国以盟友身份参加了北约会议 这是北约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会议上声明说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北京政府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 这令人担忧 他强调从东欧危机可以看出 建立正确国际秩序非常重要 希望日方能够与北约强化合作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 相关声明引发中共的反击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声称 日本和韩国正在陷入尖尖自喜的状态 他还挑衅说 北约正向亚太地区扩展 日本将成为所谓美国反华的急先锋 近期以来 日本政府警告说 北京政府在东海和台海地区的移动快速增加 令日本自卫队增加攻防能力需求上升 17日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结束持续多日海上联合演习 这次演习目的是应对中共北韩两国的潜在威胁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4月20日表示 美日两国始终都在做出原备的准备 不允许印太发生单边改变地缘现状的做法 港版《国安法》下 港人移民潮不断 前特首梁振英近日批评 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赴英居住的港人 不是移民而是移居 又质疑为什么不交还特区护照 或身份证 这些言论被斥责为冷血 中共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 17日出席商业电台《正好星期天》节目被问到 香港过去几年经历社会动荡和疫情 不少港人移居海外 梁振英说 这些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赴英居住的人并不是移民 只是移居 又说从未听闻过这些人交还特区护照或身份证 指这些人留后路回港 被誉为疫权商人的周小龙 批评梁振英的言论冷血 周表示2020年6月17日 在自己的童装店 Chikiduck位于荃湾 如景新城商场的分店 摆放了港版民主女神像 他说当时想都没想到 梁振英竟然在他的念书帖文 说我的中文名是周小龙 说我在大陆有没有店铺 他形容受宠若惊 没想到这么高级的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 会关注一个小商人 一个只有百多人 十几间店铺的小商人 摆一个民主女神像 在店铺内 竟然受他关注 周小龙直言 梁振英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 所以梁振英的说话 一向都是好冷血 好离地 他本身就是一个冷血的人 看他的家庭就知道 对于梁振英指港人 移居外地是移居 不是移民 周小龙回应说 你的回应只能够说 吹呀 你收回我本护照一笨 这个是人家的选择 人家想去外国住一段时间 运用一下BNO Visa的权利 康复一下心灵 关你梁振英什么事 你妒忌吗? 自从强推港版国安法后 香港不断流失人才 过去连续三年 香港人口六得正移出 入境处数据显示 今年头三个月 共有超过14万港人正流出 来说的大多数都是受 政治社会因素影响 其中英国在港人业满移民地点 在持有BNO居英港人中 近七成有学位 超过六成是专业人士 在今年香港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下 离港人数未因疫情改变 有传媒统计 今年2月份 平均每日有1890名港人 经机场出境 移民潮中有不少是公务人员 去年医馆局透露 截至去年11月 医生流失率升至6.2% 护士流失率升至7.7% 业界相信 离职医户相当高的比例 是移民境外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睇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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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